现在十点半了 准备熟食熟食东西做饭 早上没有喂他 哎呀 让他饿着 把这多喝点水 我赶紧煮饭 今天为什么这么早煮饭呢 一会儿要下雨了 下雨的话煮不成了 先去接水 今天我喝小狗子的中午饭就是土豆 咸菜 就是这两个土豆 一大一小切切成块就行 把这个土豆洗一下 乱跑啥呀你 别乱跑了啊 把土豆切一下 先打着火吧 先烧着水 这马上也就没气了 没气了咋办呢 切成这样都行 这样的好煮熟 哎哟 可怜的小狗子哦 饭都吃不上啊 怎么会会到这个地步呢 你说为什么呢 皮儿也不削了 我不行把这小狗子卖了去吧 省得跟着我连饭都吃不上 他咋得饿瘦了 是不是 我卖了他我还能花点钱呢 好了 我们的开就行了 就这样 这点土豆差不多 背上小狗子两三个就够用了 然后剩下的我吃就行 小黑现在饿的 跑到那个垃圾那找东西吃去了 我得卷上他了 过来过来小黑回这 回来 把它卷上吧 我煮饭的时候 要不然他那个老乱跑 那垃圾车那边有那个生菜啊 估计什么辣七八糟的 就在那边吃 我感觉这小狗子快成了流浪狗了 开锅了 这个炉子就是快呀 比我那个单独用的那个小卡丝炉快多了 估计我这煤气罐里边的气 再能做上两三顿饭 就没气了 可怎么办呢 坏了坏了 煤气罐快没气了 火小了 还没煮熟呢 呀呀呀这怎么办呢 把这煤气罐放倒 还能用一下 我还说能做个两三顿呢 做完这一顿就没气了 希望能煮熟 希望能煮熟 这煮个是半生不熟 那就废了 把这个煤气罐放倒这炉 这火就忘了 应该差不多 哎呀快点吧 主要是没有盖 我那盖丢了 就是这个锅盖嘛 如果不丢的话就快 小狗子闻到土豆的香味了 馋子受不了了 坏了 真没气了 土豆煮不熟了 我弄了弄还硬呢 硬邦邦的呢 真一点气也没了 要不然敢吃馒头了 用凉水泡馒头吃吧 真煮不熟了 煮不熟了 一点气也没了 再冬冬没气味 还有稍微 有点气 我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 哎呀这怎么办呀 这次是彻底的完蛋了 再怎么晃有里边一点气也没有了 灭火了 我估计没煮熟 我先看看吧 硬邦邦的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熟了 我先拿出来看看 煮的不是很熟 应该是 哎呀 先拿出一块来 看看 还行 中间不是很熟 稍微硬一点 这怎么喂小狗呢 这怎么喂他呀 我得干能碎 我先给他晾晾 我先夹出几块来 放在袋子上 给他晾着吧 嗯 我该找那个稍微切的小一点的 像这个小一点的都熟了应该 四块都够了吧 我感觉 给他弄成 那个泥似的 哎五块吧 给他晾晾 我就接着吃这个土豆就行了 还可以啊 不是 不是那个很硬 吃着有一股那个 红薯的味道呢 就是有点烫 对我现在给小狗把这些土豆嘛 给他弄碎 弄碎了再喂他就行了 拿这个刀给他切吧切吧 切吧 切成粒粒似的 少味勤味就行了 我感觉该切成不点就行了 不能切太多 切太多了我怕他吃不了 把它放出来 吃嘛 不吃 不吃就饿着 那我没办法啊 我跟你说啊 哈哈哈 不吃拉斗 不吃饿着吧 又要下雨了又下雨了 也吃 你饿你必须得吃 你不吃就饿着 慢慢吃吧 这又下雨来了 我得赶紧吃了 吃完回车这个 比我吃的还行呢 等那个下午 我四五点的时候再喂他点 勤味着他点吧 不行了 要不然喂太多的话 不行 我给他留着几块就行了 晚上正好有馒头吧 我可以吃馒头了 然后喂他土豆就行了 这就是他的狗粮了 也是我的粮食 嗯 吃完了还行 吃就行 行了不吃了啊 活动活动 因为下雨了 现在 等一下我都回车了赶紧 我估计今天还得下小一天 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